農曆七月之后到来 许多习俗让人避之为恐怖疾 连花花草草也要注意吗 台湾唯一在日本取得树木一 执照的沾凤春 说许多人种植物特别小心 因为每种植物都有特性的 他们门口一定会种南天 它可以避邪 然后门口绝对不能种玫瑰 会得罪人 还有不能种 家里不能种藤蔓类的植物 会把你 羊子 对 捆起来 然后硬气也很重 它的藤蔓它要转 它要吸收空气 所以它吸的气会比较多 不过如果真的怕植物招音 命理师说可以用颜色来分 绿色的比较不好 鲜艳的比较好 因为绿色属音 羊要刻音的话 它藏在里面 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去发现 而家中盆栽 红玫瑰 黄玫瑰 红竹 黄菊花 都是不错的选择 黄色带来彩音 那紫色带来人眼 那红色的话 它反而会待不住 刺到他们的眼睛 他会感觉到 在这个地方不安全 病理专家和睡医生 都提出建议 农历契约经济多 不过就看您信不信 记者综合不导